在热处理过程中 加热和冷却的关系 好比月亮与太阳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加热和冷却的巧妙结合 使热处理这门古老的技术 展现出丰富多彩 无穷无尽的魅力 热处理工艺一般包括三个过程 加热 保温和冷却 其中加热和冷却最重要 这些过程之间要相互衔接 不论间隔 加热是热处理过程中的 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只有准确的控制 加热温度和加热速度 才能保证热处理的质量 保温是为了使工艺内部的 组织和化学成分更加的均匀 而冷却呢 这是热处理过程中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之一 主要是控制冷却速度 如果选取不当 冷却速度过低 则导致工艺的硬度不够 如果冷却速度过快 则导致工艺的变形 甚至开裂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热处理知识 好